大家好,我是杰斯,欢迎来到JK投资频道 今天就来简单看看沙老月的概念股有没有机会可以捞一笔 如今沙老月是全国市丹疫苗人数最高的帮 因为沙老月要开始选举了 而现在沙老月已经步入第二阶段 相信接下来很多政党就会开始选举的肇事活动 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沙老月概念股值得留意的 我在这里只会讲述和基建和制造有关联的公司 他们是最能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些作为的 首先有政治背景的公司就有CMSP 就是沙洲日光,Nain,HSL,KKB等等 CMSP是沙洲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主要业务有生产养晦,建筑材料,还有基建工程和产业发展 而他的幕后大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毛 据说他的家长还多过过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Nain是沙洲的产业大王 基本上策略性地理位置的地皮都被他们占据了 除此之外还有涉及基建如建造水坝 洪水解决方案和一些油气领域的业务 HSL也是从事基建的公司 基本上政府的基建它都有份 例如建造大道,马路,大桥,建筑物,海洋工程等等 还有制造混凝土,沥青等这些建材 而KKB也是从事基建,生产工程,器材,镀行,铁制品和油气领域 基本上这四家公司就概括了整个沙洲的经济 其他民间的上市公司还有Skabel, Zekong, SCIB等等 Skabel是制造电线,电缆和建造通讯塔的公司 而Zekong也是和大大小小基建有关联的公司 SCIB我就不多说了 它受到了Serva的影响,短期内都不明朗 综合六家公司,先从盈利的角度去看 我们来对比六家公司 可以看到CMSP,HSL在这五年内都保持了稳定的盈利 HSL则逐年一直面对盈利的情势 Profit margin可以说越来越低 而Nime在2017年有大亏选 是因为全球和国内在那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情势了产业的购买力 KKB则一直保持着正面的盈利 而Skabel和Zekong的盈利就比较不稳定 这样子就不考虑了 至于现金流方面 除了CMSP是负现金流 其他都是净现金 但是CMSP债务多数都是来自长期的 在以股价的角度来看 CMSP从今年的最高2.5左右跌到了1.1左右 跌幅高达50% Nime和KKB也是分别在0.7和1.4 徘徊了好一阵子 HSL的股价也是近期才有反应 来到了1.04 基本上这几只股的价格都在低点 只有HSL大概站在疫情前的价格 个人觉得这几只股是可以做短期交易的 但是近期风险也不小 由于美股还在高位 如果下杀 马股肯定受牵连 又有政治不明朗的因素 我个人认为CMSP可是这四家最好的 但是在5月的时候 CMSP爆发假账疑云 这起风波的导火线是该公司的子公司 在2016年帮货的Panbonio大盗工程中 已因财务管理不上导致5400多万的亏损 CFO也因为这件事情被另停止以配合调查 而公司已在之前认列了上述亏损 所以不会对目前的财政造成任何的影响 公司管理层也委任了外部的独立机构 来监督公司内部的运作 而近期待妈木的儿子也出任CMSP的董事经历 显然要交易骚扰月概念股 就要做好准备 把草鞋挂在腰间 一有什么风去敲动 就要赶快逃跑 撇除这些问题 个人觉得这几只股的价格都在低位 而生意模式也基本上垄断了整个撒劳月 而撒劳月选举 基本上个人觉得是毫无悬念的 执政的土包党还是最大的赢家 他们的选票基本上是无可撼动的 很多区域都还是非常落后 土著也非常贫穷 基本上就是固定的票仓 出了几个比较大的城市 例如古镜、梅里、斯屋 反对党还可能供下几个席位 基本上成绩就和三界梅两样 同时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子也不能回向投票 其实也不敢回向 所以执政党可以说在选举上是十拿九稳的 所以CMSB、NIME、HSL、KKB股价 应该还可以再更上一层楼 正所谓某事在人、城市在天 在投资的道路上永远都不知道 有什么不可控的风险 所以只能做好风险管理 把风险降到最低 这部影片就到此为止 最后声明投资有风险 入市区谨慎 这里介绍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